出场 谁是谁承认吧 偶音白鼓掌 对 自己走出来吧 咳咳 王菊 就你这指甲你不凤爪 我告诉你都 你有问 哈哈哈哈哈哈 夏天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浅笑 浅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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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都紧张成这样了 来 我来浅浅带一个头 先搅一下 是这样子的 我认为 我们应该倒退的模式 我们全场 火眼金金应该是 最能确认自己身份的 所以现在 如果谁是火眼金金 这个时候就应该跳出来说了 除非他拿的是坏的 好人阵营就这么几个人 我们只要把那个三个坏的 或者把那个白骨 不是白骨金配 白骨鸡 白骨鸡 白骨鸡都长中 哈哈哈哈 所以谁是火眼金金 现在自己先公布 而且我们要倒退的模式 这样推上去 但是你要知道 火眼金金 现在跟你说的 不一定是真的 对 所以就看谁 跳着这个火眼金金 就是我 就是我 我是火眼金金 我刚发动机呢 我看到我没有被换走 欢迎金金看完自己 现在是白骨爪是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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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本来就是 然后你回来还是 接下去脱胎换骨呢 你是想让每个人都跳过一遍是吗 啊 到大家都跳了不也不也好找了吗 那你是谁呢 我是我是我是好身份 但是我 好身份是什么 你是谁的 好身份就是 快点说 迅速的说出 好好说 我不能说 你为什么不能说 不是这里肯定每个人都要说的呀 你为什么不能说 你不说你推到合年马夜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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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我是这样的 我是我是 你现在是就是自我介绍的 我是谁 凭你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双剑合璧 或者说在我出来确认的时候 我是双剑合璧 那另外一件呢 那你有你有你有你的伙伴吗 没有没有 所以双剑合璧的另外一本 刚刚是在那个三个里面的 那你现在还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因为后面好几个可以换的 诗经进来了吗 诗经进来了吗 诗经应该不用进来吧 我是诗经 我是诗经 我觉得沙哥怎么说的这么不信任你呢 你看都笑什么呢 我真是诗经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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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进来没 没有进来诗经不进来啊 我是真没进 诗经和凤爪都没进来 都没进啊 都不行 哈哈哈哈 你你是诗经吗 你确定吗 我确定吗 你要跳什么啊 你这么一问我倒是有点不确定了 凤爪有点有点问题啊我觉得 我确定我是诗经 都确定 不是我就想知道 刚才是所有人都进来 还是有人没进来 你是你是你是诗经吗 你是诗经吗 我已经说了 你要为什么一直要确认呢 你确定吗 在确认什么呢 你试试吧 确认我是凤爪吗 因为我是诗经 他说他是诗经 然后我是诗经 然后你说你也是诗经 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人 在说谎了已经 是 你也是诗经 是什么三本 他承认我承认还是谁啊 嗯 能把我气死 你也成诗经了 你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会还得多 这诗经一会还 我都没进来过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是什么 哦 哦 火焰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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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最后确认一眼自己 此时此刻 手上的秘籍是什么 哼哼 请将自己的秘籍 放到验证区 进行验证 这本秘籍是 出秘籍 cho身 东秘籍 这本秘籍 就是 我是诗经 你又来了 我是诗经 你又来了 你瞪着眼睛看我 我是不是 我能回避吗 我是诗经 诗经 还有人没有进来过吗 我进来了 那你是啥 我原来有 这怎么好犹豫呢 问是什么都 我是吸星大法 我可以换一个人 那你现在换完了之后 变成了什么呢 我变成了你 变成了你 现在你变诗经了 跟我交换了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一本 秘笈的是吧 我跟他换了以后 我把他拿上去验了 那本就变成我的了 他是诗经 对 我是吸星大法 那诗经里面有两个是骗人的 对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是比较确信的 他这个就确信了 这两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人就是坏的 你也是坏的呀 我自己知道我的底盘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人 就是这两个人 你为什么一定要指向我们两个人 要把自己摘出去 因为我很肯定啊 你想用语言的诱导 让大家偷我们 我太相信凯哥是 我觉得凯哥有两个人 因为他比较像凤爪 想隐藏自己身份的人 都想说自己是诗经 但是我害怕 场上有四个诗经怎么办 我的话现在很重要 你说 你说吧 有人在场上冒充我 你得说谁冒充了 王菊 因为我才是双剑合璧 你是个骗子 我是一个人进来的 我也是一个人进来的 你是双剑合璧是吗 对 对我是双剑合璧 双剑合璧是可以确认对方的 对但是双剑合璧 有可能没有同伴呢 不对不是这样子的 嗨你这么说当然可 因为我一进来我就问白鹿 啊啊啊啊 为什么他一直在带着节奏 我以为你在房间见到我 还笑我一跳 没有啊 哈哈哈哈 你你说一下 你说一下你的操作过程 我就过来啊 然后验证身份 我手放上去 然后说双剑合璧 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名字 我问了不是应该有两个吗 他们说只有一个的话 就只有一个名字 我来告诉你一下 我来说一下 我进来的情况是什么 双剑合璧如果说 因为它是按照顺序教的 不可能出现一个一个进的 不会出现什么 你放上你手上去确认 说上面你只有你一个人 不会的 因为会同事出来的 所以这上面显示的根本就不是说 你说不对 因为上去我们要这个 响应这个狮吼症 对 对 所以是要把手放上去 是的 然后我就问我是要等我的队友吗 然后他们就说自己看屏幕 然后上面显示的是我自己的名字 你说的不对 你不要再跟我说话 因为你一进来 你又跳自己的身份 结束了 上面显示什么东西 显示就只有我一个人是双剑合璧 不对 它不会显示只有你一个人 那显示了我自己的名字 显示的不是自己的名字 同伴在剩余的那个里面 那就复杂了 我是双剑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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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趟要被动很久 你俩去打一架 你们 你们两个就是有一个人在骗人 有一个假的 有一个真的 因为刚才双剑合璧的时间特别短 但我怀疑没有人拿到双剑合璧 会考虑一下我 撞一下双剑合璧 你一进来就在拉主强 诚哥 你是什么了 说吧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 所以我想稍微隐藏一下我的身份 看来有没有人 冒充我 我大概率是能知道 谁会是在假干我的身体 白骨 你说两句白骨 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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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是白骨 你是掌还是凤掌 我是牛蹄 你 说一轮 你第一个是什么 但我这个呢 你是啥 我真的是个好人 好吧 都不说实话怎么推 不好推 不好推 好我来我来讲我来讲 来来来胡老师 我是 我是乾坤大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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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我进来换了郑凯和杀逸 我进来换了郑凯和杀逸 对 但你不知道他们俩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俩是什么 对 我就是换了郑凯和杀逸 我陈述一下 就是 我想说一下 其实我是 乾坤大挪移 刚刚谁说他是 胡彦铭说他是 你继续说 精彩了 精彩了 我是乾坤大挪移 我明确地知道 我换了谁和谁 然后我还能通过这一把 证明卑鄙也可能说了假话 因为他刚才说 他是火眼金睛 但其实我换了他 你换了他和谁 我换了他和郑凯 请从以下组合中挑选异传 并交换他们的秘密 我换了杨颖和郑凯 那我看到我还是火眼金睛 如果你是火眼金睛 他说他自己验证了自己 在最后的时候 还是那一本 可是我都把它换了 怎么可能是呢 不是 我问题 我第一个就说了 我是火眼金睛 我哪来这么大胆 万一你们台下 还有火眼金睛呢 对 确实是 但是全场 没有人再跳过 火眼金睛吧 对不对 除非现在的火眼金睛 就是最后他确认 他自己拿到了一张坏牌 他就不会挑自己是火眼金睛 这本秘籍是 这本秘籍是 我不说我的名字 所以那只能说自己是试镜 你换了 卑鄙和 和郑凯 和郑凯 对 然后卑鄙说 他火眼金还是自己 那就是假话 因为我已经把他和郑凯换了 那他就有可能说的是假话 对 干嘛要捂我 看 丑 我没有 你相信我 大家要相信我 我是真的乾坤大挪移 我是乾坤大挪移 你不要装了 你是谁 这个在上面换牌的 有排列号 我都记得 排列号 你换人你看过排列号吗 我当时知道排列号了 排列号一共有几对 你说 他们俩一个是8号 一个是9号 不 因为你看到的是单个名字 换人的时候 是两对名字写在一起 所以没有8和9 两对 你亲等了 什么意思 你只两对吧 我跟你讲 只有8和9 没有 我 太乱了 我绝对在 在乱跳 是的 是的 是不是 他绝对在乱跳 我感觉你好像是真诚的 对啊 胡老师是真的 胡老师太真诚了 我也觉得他是真的 我觉得 Baby可信度 会比你高的原因 是因为他是在第一时间 就跳了火眼金睛 并且没有人跟他抢 其次你跟胡老师是存在冲突的 我跟你讲 现在有几个 比较让人怀疑的 第一个是陈克 白露 干 我是乾坤大挪移 好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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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问题 我觉得他是真的 胡老师是真的 你在套着我下 我觉得你在说我 算了你们随便投吧 我不管 激将法 来吧 来吧 我不说了 大家要记着 我们不找别人 我们只找 是我们要找出那个 走一白锅 对 爪 对 找凤爪都没用 对 找任何其他人都没有用 只找爪 好人没有必要隐藏自己 对啊 我就是诗经 没有任何必要隐藏自己 真实好人的身份 好了我跟你讲 你说 我觉得你可能是好人 嗯 哦 好不好 你说 因为我刚刚是炸你的 哦 你不是 我是脱胎换骨 你又脱胎换骨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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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什么东西 谢谢 上来我就是 乾坤大摩仪先看 乾坤大摩仪不行 我就退脱胎换骨 就把这个局面弄不当 就教学过人 就谁都不知道是谁吧 你又是脱胎换骨了 脱胎换骨 乾坤大摩仪你当过了 脱胎换骨你也做过了 对啊 现在还秤七星大法 和九鹰白骨爪 你要不要承认一下 我肯定不是九鹰白骨爪了 我在帮忙找好人啊 那你为什么 刚刚你要跳 你是乾坤大摩仪 对啊 因为我 因为我要跳 乾坤大摩仪的时候 我才 我 我才知道说 真正的乾坤大摩仪是谁 我就多了一个线索 找坏人是一个逻辑 找好人是一个逻辑 要用排除法 就是你要 你要做排除法 那我觉得我刚刚把 诚哥逼到那个情况下 他还这么坚持 我觉得他是 我先我先发 我可以发言一下吗 就是 因为我现在有一个 重要的信息可以给到大家 就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首先我第一 我要讲的是 我并不是诗巾 你不是诗巾 保你那人是早 你先听我说完好吗 你先听他讲完 第二 我要讲的 我是点兵点将 我要讲我点兵点将之后 我要告诉你们 我看到的这一本 这一本 是脱胎换骨 也就是你刚刚跳的那张牌 所以你一定是坏人 我 我 一本是脱胎换骨 也就是你刚刚跳的那张牌 所以你一定是坏人 我 我 我 另外一本就是诗巾 也就是说 沙老师和凯歌 一定也存在一个坏人 请从三本剩余的秘籍中 挑选两本进行验证 这本秘籍是 请挑选第二本秘籍 进行验证 这本秘籍是 首先一位坏人出来 然后两位 其中有一位坏人 那白鹿也是坏人 如果白鹿说的是真话的话 也就是说我现在变成了吸星大法 你现在变成了点兵点将 我们两个还是好人 那他应该他是点兵点将 为什么说是诗巾呢 是啊 他说他是诗巾啊 我觉得白鹿不对 我说谎 你说谎 这是不是诗巾 怎么回事啊 我就是看你们这么多诗巾 我想玩参与一下 诗巾是我撒谎了 因为我不太会玩这种游戏 因为你俩都跳诗巾 我就想搅和搅和 但我确实是吸星大法 那你给个身份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 坤吗 他是 他是什么 点名点将 他是点名点将 你是吸星大法吗 我肯定是吸星大法 你们玩的好复杂 我的天哪 这游戏本来就复杂 现在我觉得那俩凤爪在里搅和呢 凤爪 凤爪是脚和呢 还有人要换身份的吗 可以现在说 我今天能说的话 只有这么多了 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就是 我是乾坤大挪移 我在火眼睛睛进来之前 换了杨颖和郑凯的秘迹 如果你这么坚定的话 那我只能怀疑你是个爪 凯知道自己是谁吗 诗巾 你也诗巾啊 我诗巾啊 那他也诗巾啊 错 里面他有一本是诗巾 总之你怎么看到里边有一本 坤告诉我的 他说的能信吗 行你可以否定我 你可以否定我 投票吧太乱了 我也乱死了 怎么那么会盘 我真的 这一集播出来 观众会觉得我们都是傻子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个傻子 我是个美丽的笨女人 我 我 我是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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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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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我从来真的没有来过这个房间 因为我没有任何的技能 如果说让我投一个人的话 我投郑凯 因为郑凯同时也跳了诗经 所以其他人我很难分辨 我只能凭我自己的这个角度 我相信我自己 我也相信那里还有一本诗经 我就投他 好 沙哥投第一票给了郑凯 请蔡时坤发言 好的 沙老师和郑老师两位跳了诗经 所以他们其中一定是有一个人在说谎 但是脱胎换骨 本人是最大的雷点 胡老师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他不仅跳了脱胎换骨 他还是撒完一次谎之后再跳了 再跳了脱胎换骨 惯犯 惯犯 所以呢我把票投给胡老师 我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几率能够抓到 九鹰白骨换 剩下的我要讲的就是 他们两个当中一定有一个 这个也是肯定的 但是至于是谁我也不知道 只是一定有一个人在撒谎 然后双剑合璧 也就是申申跟王菊当中一定有一个 这四个人都是有嫌疑的人 一样 所以蔡时坤投票给 我投给胡老师 这个是最最无庸置疑的胡老师 好 接下来请胡老师发言 第一个我来排除一个逻辑 今天早上去拿九鹰白骨爪进密室的 我本来以为是我 结果刚刚知道的是所有人 如果蔡居坤是第一个进去的人 三本书里面怎么拿 都是九鹰白骨爪 或者是九鹰白骨凤爪 所以他刚刚所有说我的话 不可信 第二 他刚刚推理到的是 沙翼和郑凯有嫌疑 王菊和深深有嫌疑 所以你们被他怀疑的人 都是好人 所以 李成 所以李成 白骨 你们是有可能是坏人的 他怀疑的人都是好人 有道理 所以胡老师的投票是 白鹿 接下来请王菊发言 就是说 咱就是说 我一定是说 这何必这件事情是没有毛病的 我 我现在谁都不能确定 我只能确定自己 且 就刚刚这几轮盘下来 唯一能让我确信的一件事 就是男人的嘴 吓人的吐人 所以 我现在没有逻辑 他整个抛弃逻辑 我就有女人的指标 好不好 女人的指标 好 你觉得是谁 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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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对立面的人 我干嘛 你居然没有投 你居然没有投 这个跟你在对立面的人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 这件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我就是第一个走出来的这个人 我就是第一个 大家回了屋子刚刚锁完 音效一起 然后 就叫我立刻出来的人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给我跳 但我也没有怀疑到你头上 如果是 我也认了 我现在就是投诚哥 好 发言结束 好 诚哥获得一票 接下来请贝比发言 我要投李诚 因为他污 我到时候我就是看了 就是那个火眼晶晶 他非说我不是 非说我跟郑凯换了 他为什么要说我跟郑凯换 我严重怀疑他俩是一伙的 好像我就投李诚 好 诚哥再获得一票 接下来请郑凯发言 说实话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是什么 因为我拿到的是诗经 然后我又没进来过 然后你们一顿操作猛如虎 换来换去的 我现在是什么 我不知道 对吧 然后呢 你们刚才都 都在相信一点 就是说我和老沙两个人 里面只有一个是诗经 因为是建立在坤说的那一套理论 是正确的基础上 那么如果说他说的不是正确的 然而我和老沙两个诗经 刚好一人一个 也没有人更多的人在抢这个诗经 好像这一套逻辑也是成立的 我的角度就是我是诗经的这一套 逻辑出发 就是说坤肯定是跟我是对立的 没有 我 哎呦 对吧 因为因为 对吧因为 青采我是青采我重采的是他 我是青采 坤肯定跟我是对立的嘛 因为因为他说了就是说 场上两个诗经当中还有一个不是诗经 我觉得这个就挺有问题的 所以我要投票的人是 那我就投诚哥吧 这是重采呀 这是重采呀 他讲了一队然后就投了诚哥是为什么 凯哥也投给了诚哥 所以诚哥再获得一票 目前诚哥三票高居榜首 他们都采顺采都是顺采 因为我票多好人输了 接下来请白露发言 但我也没有其他的那个 我只是觉得胡老师比较可以 我是吧 对你因为你换了两套组合拳 实在是 实在是 有点过分了 我本来想跑来应该就是这么玩的 哈哈哈哈 没有这么玩的 好吗 给你一票 好吧 好好好 我认你一票 大气 胡老师再获得一票 目前两票 接下来请周深发言 对不定可以凭一己之力砸掉这个盘子 我的这个逻辑当中我是一定是 你这一票非常重要 我最怀疑的是沙根根凯 我是诗经 我是真的乾坤大诺椅 我换了杨颖和郑凯 但是凯因为他一直都搞不清这个逻辑 他到现在都还觉得我们现在有两个诗经 坐在这个凳子里 我就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投的是沙哥 好 沙翼获得一票 好领一票 接下来请诚哥投出你的一票 首先呢 我必须得把这票投给你 就是说我是真正的乾坤大诺椅 我换了贝比和郑凯的密集 他验证的应该是郑凯手里的诗经 而不是他手里的火眼睛睛 贝比也在保护郑凯 郑凯在保护贝比 因为他俩的身份被护掉了 护掉之间 谁也没有给谁身份 因为如果他们俩当中有一个是好人 他都会说我的牌给你了 现在是因为谁都不相信谁的话 我崩塌了 我已经崩塌了随便吧 随便吧 我不在乎了 我想知道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发生成这个样子的 好 诚哥把他的票数投给了胡老师 那么此刻 胡彦斌和李晨三票打平 接下来请其他成员 从两人当中选出一位 你们认为是九阴白骨爪的成员 好 五 四 三 二 三 二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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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哥 成哥输了 成哥四 四 所以最终成哥被大家投出来 认为此刻你的秘籍是九阴白骨爪 如果你们投对的话 也就意味着跑人方获胜 如果投错的话 诚哥的密集不是九鹰白骨爪 那么就是 只有九鹰白骨爪和两个 九鹰白骨凤爪的阵营获胜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公布结果 请诚哥把你的密集 放到验证区 哎呀 你个九鹰白骨爪 请把手放到狮子上 进行验证 这本密集是 对不起诚哥 对不起 没有办法相信了 他真的太会忘了 我真的是 我就跟你们说要相信诚哥 就是假的 对啊我就是假的 他就是假的 他是爪 而且凤爪 他是凤爪 我全场是第一个我就抓出来 你们谁都不听 你的凤爪被换了 你的凤爪被换了 你不是就说你是凤爪吗 对啊 你凤爪被换了呀 被他换了呀 对啊我都不知道你在咋玩呢 都给你换牌了 我忘记了 我现在是好人 我给自己洗脑了 重玩一遍行吗 入戏太深 全垮掉了 这一局 外人获胜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其他重演 分别是什么 请得票率挺高的 胡老师把密集放到验证区 这本密集是 有鹰白骨凤爪 凤爪 凤爪 凤爪你是 胡老师 胡老师你在我心中已经没有 没有以前的那个凤两了 没有了 哈哈 用头发也输啊 还是凤爪 三分之一嘛 三分之一的概率 那个爪是谁啊 中生 没有人想到是你 对啊 他跟我跳那个 我可以 我可以说一句话吗 就是我想 相信天意 你们记不记得坤上去跟我们说 这三个 未知的密集 是什么时候 他把笔 顺便放在了谁的名字上面 我看到的这一本 周深 啊所以你是 所以你这样不投胡老师就很成立了 所以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说真话了 我怕他对不起你的信任 请把手放到狮子上进行验证 哎我现在好有最后感染救命 这本密集是 哎 哎 啊 哎 猩猩大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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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换了 他被换了 你被换了自己都不知道了 你好尴尬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零射死定了 哈哈 大家相不相信天意 天意 天意 超尴尬啊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什么的 哈哈哈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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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是我 啊 这么精彩吗 这个真的是 玩到我 是你换的 你给换了哈 我就是那个转 我刚才最后了这么久 你换了他是吧 啊我是世心大法 我一进来换了周深 我 我是这反应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我刚才以为自己在高光时刻 太傻了吧 你 哈哈 我现在想想我要换谁了 神哥或者深深 深深应该是好的 请挑选任意一名成员的秘籍 和自己进行交换 并验证结果 你换到的秘籍是 我的 谁跳好人 我就说我是跟他换的 我我证明他是个好人 我尽量不跳吧 随大流 我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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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欣欣大法 我跟他换了以后 我把他拿上去验了 那本就变成我的了 他是诗巾 对 我并不是诗巾 你不是诗巾 保你那人是咋的 诗巾是我撒谎了 因为你俩都跳诗巾 我就想搅和搅和 但我确实是欣欣大法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 托儿吗 他是点名元将 他是点名元将 你们玩的好复杂 我的天哪 这游戏本来就复杂了 恭喜我们剧情当中拿到九鹰白骨爪和两本九鹰白骨凤爪的单位获胜 你们三位去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 在此有请我们的掌门凌云有请 恭喜你们 哇 哇 谢谢 虎头 没关系 你要的全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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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掌门在最后时刻依然有话说 有请 不管是收没收途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边 要谨记勤奋好学 不可仗记欺人 不可未强凌弱 做好传统文化传承 发扬武术精神 一字明白 谢谢掌门 遵命 谢谢师傅 发扬武术精神 你看谢谢师傅 啥 哇 好呀有真七个了吗 哎 升起来了 有个盒子 老物 上边这个小盒里 本门派的终极秘密 封面上的名字是瞎写的 秘密真正的名字藏在封底 又换名字了 反转又反转 完了 我这是不是要再玩一轮 就第二轮一轮 不能吧 不能吧 名字藏在封底 怎么看 啥封底啊 哪个爪是谁啊 大家要记得啊 我们不找别人 我们要找出那个 九亿白骨的主啊 对